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讲话有点不清楚 因为我现在带着矫正咬合的牙套 那等一下就会把它拿掉了 跟大家说我觉得他们防疫旅馆这个床 真的蛮舒服的 这点还蛮开心的 因为如果不舒服的话 在防疫旅馆度过这么长的时间还蛮辛苦的 要感谢确克旅馆 但是这一次的旅馆呢 因为它的隔衣没有那么好的关系 所以我几乎都是用耳机生活 那我用的是这一款 Suncore Liberty C4 好险我把它带回台湾 这一款蓝牙耳机呢 我跟文章都各有一个 我是紫色的 那文章是灰色的 打开的话会有亮灯 很有质感很可爱 深度也有立体感 整体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有质感的商品 看起来心情就会让人很好 好那我来准备一下去刷牙洗脸和保养 刷牙洗脸保养完之后呢 要量体温 每天早上跟晚上都要量 然后跟饭店回报 然后把他写在要给饭店的纸上 等一下饭店的人会传讯来 再回他今天的温度 那我们饭店的三餐送餐时间都是固定的 在早餐来之前呢 我早上会做一下瑜伽 因为大家知道在防御旅馆间的运动量非常的不足 所以早上的时候呢都会做一下瑜伽 然后晚上再做一下优氧运动 不然的话这样吃三餐真的非常容易胖 我通常不会找太久太麻烦了 不然我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吃之以恒 所以就会找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他们这个蓝牙耳机的耳塞呢 戴起来非常舒服 因为耳翼也很轻的关系 所以戴起来没有负担 蛮适合做运动 给大家看戴起来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一般早上有瑜伽要做8到10分钟 就只要这个8到10分钟 就是身体整个就会热起来 那早上非常的舒服 如果早上有做瑜伽的话呢 整体精神都会觉得更好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Liberty 3 Pro的收纳盒 我觉得他们这个很贴心的是 他们里面呢 竟然有四足耳塞还有空气耳翼 因为我的耳朵真的很小的关系 如果一般戴AirPods的话 我的耳机很容易掉下来 最上面是最小 然后慢慢大一点 那我的尺寸是这一个 而且大家看他的盒子真的超漂亮的 我跟文档那时候收到的时候 非常的震惊 超有质感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等早餐送过来 早餐送到之前呢 我会休息一下 他的早餐差不多都是早上8点半会送过来 他送过来之后呢 饭店会透过LINE跟大家说早餐已经来咯 然后就戴上口罩打开门 就会放在门口 我目前主要现在餐点完全没有重复 不知道今天吃什么 好期待 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是麦芽牛乳 还有这一家叫热胖子的 好像是菠萝面包汉堡 我每天最期待就是早餐 因为早上他们都一定会有饮料 有米浆啊 麦芽牛乳 还有苹果牛奶 各种 很赞 我来开箱给大家看 第一次看到这种菠萝面包汉堡 里面呢有饭跟菜 我多了一餐 那我吃早餐的时候呢 都一定要看影片 我本来以为这菠萝面包吃起来会很甜 对我意外的 它有一点咸咸的口感 好吃 虽然很肥 可是好吃 那我通常一杯这个饮料 不会早上就喝光 会放着慢慢喝 有时候都会喝到晚上 就慢慢喝 那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就会剪片 在隔离这段期间 真的是疯狂的剪片 剪得超级多片的 效率超高 剪片的时候也是一样 音质真的很重要 因为对于观众来说 听觉享受影响 整个观影享受非常的多 所以为了让影片音质更好 一定要用音质很优秀的耳机 我觉得这个蓝牙耳机 就表现得不错 好那现在收到指挥中心 传过来的讯息 他每天都是早上10点2分或3分 一定会传简讯过来 就是问身体状况如何 那一切正常请按1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发烧流鼻水之类就按2 然后差不多在10点半的时候 李干石会打电话过来 大家看我挂了三件衣服在上面 因为每天都待在家嘛 有时候觉得自己太邋遢的时候 我会挑天数可能穿衣服 就会有自己还是有打扮的感觉 那虽然呢防疫旅馆窗户被人打开 而且他们的换气系统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就完全不会有很闷的感觉 差不多到下午5、6点的时候 那也会有还蛮漂亮的夕阳 大家午餐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午餐 午餐是九龙港式烧腊店 终于可以吃到港式烧腊了 然后呢餐具的话 他们饭店有提供我们环保餐具 那我都是吃完之后会自己用洗碗巾洗一洗 来开箱给大家看 哇!期待!不知道是哪一个 他们这上面都不会打勾 所以每次都到最后用拆的 看看是什么 要开啰 哇!好澎湃喔! 天哪!感觉超好吃 还有青菜喔!跟大家说日本真的很难吃到这种菜 所以回台湾呢吃便当 我最期待的就是菜 尤其是看到蚂蚁上树都很兴奋 我超爱吃蚂蚁上树 我吃午餐的时候会看剧 看Netflix 最近好像很红那个Spy Family 我跟文当在日本的时候看过一集 还没有看过第二集 虽然是日本的Netflix 可是它有个类别叫做 台湾egg啊 还有TV番組 然后就有下一站幸福啊 命中注定我爱你 很local的感觉 哇!香味店家也太好吃了吧!好夸张! 回台湾每一餐都好吃都不行 吃饭追剧真的是隔壁生活最快乐最快乐的一件事 也跟大家说我带的这一款 Suncore Liberty 3 Pro 它的音效音质真的很好 跟电脑喇叭叠播出来的感觉差很多 朋友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 也不怕吵到别人 那现在吃完午餐之后呢 我要整理一下垃圾 因为我们这里收垃圾是每天下午四点半 所以我吃完午餐后就会把垃圾打包放到门口 那吃完饭就是继续工作剪片 好那剪完该剪的片之后呢 我会念一下书 好那我念书的时候也是会听音乐 念书听音乐听得最凶的时候 就是高中的时候吧 差不多在准备考学测考指考的时候 真的是一直听一直听 那我觉得它这台弹鸭耳机呢 提供听觉享受真的非常好 高的音也都很确实 大概听不一样种类音乐的时候呢 也可以从他们的官方APP调整不一样的调音 而且声音效果就有环绕立体音跟预设还有专业的 非常多可以自己做调整 而且有时候不想听音乐的时候 还可以自己调整白噪音 有动物生活跟自然跟其他 那我就来念书 我每天都会帮我 大概要念到哪里 就是安排一个进度 那如果今天比如说真的很累 有点念不太下去的话 那也会把进度整个往后移 最主要就是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 大家看来饭店突然传讯息说 他有帮我们准备下午茶 竟然是台湾的水果 饭店太好了吧 而且还有叉子哦 不知道我上这个片的时候 这个梗还流不流行 Oh my god 大家看有凤梨 芒果还有西瓜 跟葡萄还有香瓜 我帮他享用一下这个水果 哈啰 大家有没有想说怎么突然换衣服了 刚才剪完片读完书 是太想睡觉了 所以就决定来化妆一下 提振精神 是不是要带你闲进啊 所以我无聊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化一下妆 让自己精神好一点 上年底妆擦腮红口红之后 气色就会比较好 有重新補过的感觉 其实我防疫旅馆已经快结束了 所以今天还要大概整理一下行李 然后接下来要接自主健康管理7天 等到结束这一段时间之后 就要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一做哦 然后见一下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们 嗨 大家那晚餐已经来了 他们晚餐今天来的吃到快 平常都是6点或6点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旁边的采光 超漂亮 我一整天最喜欢就是这个时间 这个太阳这样照进来的感觉 超美 而且非常的疗愈 果然采光非常的重要 那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是鸡排饭 有番茄炒蛋 还有青菜 大家看这样吃三餐 不胖都难 所以真的要非常认真跳油羊 我真的觉得这个紫色的蓝牙耳机很漂亮 很美耶 有没有 很喜欢 花椰菜 好开心 好吃好软 我真的觉得台湾大家可以吃到台湾的便当真的非常的幸福 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菜又丰富 因为日本真的就只有生菜 吃完饭接下来就是耍配休息时间 因为读书剪片的那个椅子是铁的 做久的话屁股会痛痛的 所以我休息的时候都会坐在床上 看漫画追剧跟朋友聊天 然后运动 之类的 现在文档已经下班了 我来打电话给他 我跟文档几乎每天晚上睡前都会聊天 但是他今天好像蛮累的 所以他想要早一点睡 就先打给他 今天哪里吃了呢? 明天晚上 明天吃了鸡蛋 吃了 正确实 好吃 好吃 吃了 昼天晚上 香港式的弁当 吃了 吃了 今天餃子吃了 对 哦 文档几乎似乎 肺炉似乎似乎 对 那个电话很棒 这个很好 电子文字很棒 而且很爽 另外还有声音阻力 周边的雑音都会全部 放在开 出门 很可愛 可以 今天安装可以设定 所以自分都可以设定 通话的音質也很好 最近什么音乐音乐听着呢? 我现在BTS听着了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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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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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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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文档在电话里面 也有带这个Sungcore Liberty C Pro 因为我们两个在日本的时候 就已经试用一段时间了 它的浆罩模式真的很方便 和家人朋友讲电话聊天 都很像直接见面聊天 刚才再来看一次 还是觉得文档带那颜色太适合了 男生带起来真的蛮帅的 好那现在时间差不多是晚上11点半 我等一下准备去洗完澡就要睡觉了 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子 有这么长一段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我自己是还蛮享受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隔离时间对我来说刚刚好 当然如果像之前14天可能就会疯掉太无聊了 那在这里也在跟大家最后介绍一下 Suncore的Liberty 3 Pro 这个蓝牙耳机可以连接两个蓝牙设备无缝切换 我自己是连手机跟电脑 也就不用担心错过任何重要的来电 那详细的资讯我都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或需要的大家可以看资讯来哦 那就谢谢大家看今天这支影片 这辈子应该也很难再遇到要像这样子的隔离生活了吧 我觉得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很辛苦又很特别的年代 不知道为什么在房仪旅馆这样拍影片 肯定我在跟朋友讲心事的感觉 好那就真的很谢谢大家看我今天这支影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